中華民國怎麼會出一個這種戈背走 往外歪丟人現眼 胡說八道含血噴人 污蔑國裕的駐日代表 誰派去的 不要躲起來啊 把謝長廷叫回來吧 謝長廷說 他不只呼應麻生太郎 說這些核污水 淨化了以後人也可以喝 喝了也很安全 輿論化然 那你們自己去喝啊 留在日本人給日本人喝啊 為什麼要倒進太平洋 給所有太平洋的魚類喝呢 污染整個太平洋的海水 所有的漁業 不只是日本的全漁聯 台灣我們高度仰賴太平洋的遠洋漁業 全部通通都剉在蛋 我們的漁業署有作為嗎 我們的政府有任何作為嗎 居然還有我們的駐日代表說 這哪有什麼 以前台灣也有記錄 說我們的合一合二廠 過去也曾經把儲存燃料放水池的廢水 未處理就排放入海 引發必鯛魚的爭議 沒有一個字是對的 含血噴人 我們的駐日代表 怎麼可以含血噴人 難道我們的台電 我們的合一合二廠 曾經犯下如此嚴重的罪行 台灣都沒有人知道 只有謝長廷一個人知道 他到現在才告訴大家 原來我們的必鯛魚是被合一合二非法排放廢水污染造成的嗎 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一個謝長廷知道他的資料哪裡來的 他的資訊哪裡來的 送氣力告訴他的嗎 台電不用出來告他嗎 首先跳起來的當然是我們的漁民啊 什麼必鯛魚明明就是因為海水大量升溫造成的 跟合一合二非法排放核廢水 一點關係都沒有 再者 所有全世界的核電廠都會正常合法的排放 核廢水 這跟發生河島 浮島核災的核污水 是完全天差地別的兩碼式 你居然可以混淆視聽 而且是拿我們國家的國語 拿我們國家的顏面 來陪葬啊 來幫日本人擦屁股 有這種事 他這已經不是幫助日本而已啦 這根本就是台肩嘛 你忘記你的母國祖國是哪裡了嗎 你忘記你的母國祖國是在這邊嗎 你以為你的祖國是在日本嗎 你是不想回來了 永遠不要回來也可以 你趕快辭職就不用回來了啦 中華民國怎麼會出一個這種戈背著 往外歪丟人現眼 胡說八道含血噴人 污衊國語的駐日代表 誰派去的 不要躲起來呀 蔡英文遇到謝長廷就躲起來 總統都連任了 又怕動搖派系平衡嗎 再派一個謝系的去祝日就好啦 把謝長廷救回來吧 再派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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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